热水本来有去寒的作用,加上生姜,去寒的作用就更明显了。 白竹是驱湿的,柜枝去风的,如果湿风寒湿造成的痛,这样温敷是有用的。 如果湿手的话,直接用那些水泡水就行,如果湿背部,可以在浴缸里面躺着。 倒那些水进去,如果没有浴缸,那么就用热毛巾敷吧。 脚有全身各个部位脏腑的放射点,泡脚能把全身阳气活动起来,各个反射点都受到了良性刺激,而且还能引导阳气往下走。 所以很多人在泡脚以后很容易入睡,而且睡得很好,在这里提倡大家睡前泡脚,不但对全身有好处,还能安眠。 另外,更可以用爱酒,爱酒可以温通经络,去风散寒的作用。 在这里特别提一个症状吧,就是泪风湿性关节炎。 这个病真的很猛,有些人左右有泪风湿性关节炎。 曾经见过一个泪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,又手瘦的皮包骨头,关节处膨大,左手还算正常。 起码有肉,那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双手竟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。 那种强烈的对比,令人印象非常深刻。 这种病在西医那里,是无法治疗的,如果病情一直加重,最后只能截肢。 对于中医,这么重的病,需要用到一种毒药,当然这种药生吃真的有毒。 要治过,而且很繁杂的工序,我在这不公布那个药,只想说,有些病。 太重了,的确需要以毒攻毒。 泪风湿实在太痛苦的人,如果也有那个经济能力,可以用一下风能补精,改善作用明显。 风能补精补羊补,而补猎,温和为王。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,西医照出是囊种,不要以为就一定要做手术。 这是寒湿之气凝聚的一种特征,前面介绍过,洋化气。 因成型,所以寒湿之气会凝结在一起,只要把体内的寒湿之气驱除,囊种就会消除,因为囊种里面装的是寒湿之气。 而且囊种外还有很多寒湿之气没成型,所以西医开刀或者用抽去囊种里面的东西后很容易复发,只有回复阳气才是治本。 日本鹿尔岛有一种叫蒂娜式的草本植物,能去除女性子宫内的寒血,消除全身的水肿症状。 特别是体内的寒血现象,服用期间甚至看得到从子宫中排出的寒毒物质。 之后身体感到轻松,有人反应眼白变蓝,说明寒血和毒素得到有效的清除。 月经不调,水肿,淤堵,深睡眠差,污染环境的人类可以尝试。 也有人反映关节变轻松的,颈向部的疼痛。 由于后背颈部接近后脑勺的地方,有风扶风池一风几个容易被风含进去的地方。 俗语云,神仙也怕脑后风。 就是这个道理,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注意这个。 风扇空调对着后背吹,因此很多人都有脖子僵硬的情况。 其实和腰痛差不多,也是和风寒湿有关。 久了就很容易造成颈椎增生等症,其实就是阴寒凝结。 在这里建议大家,除了对电脑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过久和不良姿势以外, 颈椎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病因素,就是风寒湿的入侵。 大家要尽量避免脑后勺对着风直吹,特别是冷风,再加上下雨湿气重。 那就真的风寒湿都有了,在我看来,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颈椎病比前面两种方式都快很多。 只要吹风一天,体虚的人吹半个小时,脖子就不舒服,转动就感觉有痛感了。 针灸和推拿原理,扎针充当一个身体阳气的指挥棒的角色。 有意识地集中阳气去打通经脉,滋补虚损的肌肉。 这就和药不同,药是通过药的力量,来打通经脉,由于不同的药作用于不容的施症。 和不同的药对身体不同部位的亲和性不同。 所以有很多药需要选用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,而扎针就是调动体内的阳气。 集中打通经脉,只要变清楚那条经脉的问题。 就可以扎特定的穴位,不管是风是寒还是湿,都可以一一打通。 扎针就是求疾,用自身的气驱逐病患。 服药就是求外力,用药力去打通经脉和补虚。 按摩拍打,真正的按摩并不是我们平常给家人做的那种普通的按摩。 它是需要很专业的手法和一些出力技巧。 使力器能透过皮肤打到肌肉和骨骼。 按摩也是能够打通经脉的,它是通过一些手法导引阳气,或者在活动肌肉过程中刺激阳气运行,所以持续隔天进行专业按摩。 一样能治好腰椎肩盘突出这些疾病。 有些家传的按摩师有很特殊的拍打导引手法,治疗哪些腰背部疾病很快。 中国几千年的中医传承还有很多珍宝流落在民间,通过一代代传承下来。 需要我被去走访,去学习,去继承。 告诉您猝死的真正面目。 新闻不时报道,在跑步或者在宿舍,有年轻人突然晕倒,然后死了。 这类死亡,很多都是心理衰竭。 中医认为,这种死亡就是阳气的暴亡。 这些人本来身体就很虚弱,但他们并不懂得如何保养身体。 反而继续通宵玩游戏,阳气本来就很虚了。 还这样透支阳气,最后把五脏六腑的阳气都透支了。 这时身体已经没多少阳气可以再用了。 而人忽略了这种虚弱感,打电脑时突然兴奋。 人在心情激动的时候,阳气就会很活跃。 消耗的阳气也多,但他已经没有阳气可以消耗了。 阳气没了,精神就没了,于是突然晕倒。 在这时,如果先天体质比较好的人,他身体还能保留最后一丝元气。 趁着病人昏迷的时间,迅速生成一些阳气。 过一段时间,病人就能醒过来。 如果病人先天体质不好,最后一丝元气都灭了。 那么就死亡了,心脏病高血压能治吗? 心脏病是怎么形成的? 心脏病真的要开刀吗? 中医无法治疗吗? 高血压真的要中生服药吗? 高血压要怎么预防? 猝死在中医看来是怎么回事? 现在很多人听到心脏病就色变。 因为心脏病比癌症恐怖的地方在于,他会猝死。 了解高血压的真相,寒症会造成血管堵塞的,当血管有一部分堵塞以后。 血腰流过那里,是不是突然间空间变小? 于是压力就增大,他只能撑开血管壁,才能流得过去,如果堵塞的越来越严重。 那么血管壁就被撑得越来越严重。 而血管有寒邪的时候,会变得特别脆弱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冬天的那些软胶管是不是也会僵硬起来,血管也是这个道理。 由于血管的僵化,压力过大,就很容易爆裂开来。 所以,高血压就是这么一点道理,总体而言是预堵和寒凉造成的。 你的身边实在没有名医的,曾经非常流行的土多生对高血脂和高血压效果非常不错,因为它有天然的溶质疏通作用。 而且能提升身体的温度,服用当天或第二天,大变量会明显增加。 肤色变好,身体变得轻松和精力充沛。 高血脂和高血压,包括高血糖的病人可以试试。 严重手脚冷的病人,可不是只会发生静脉血管曲张这么简单。 因为严重手脚冷的人,体内一定阳很虚。 寒很胜,前面说过很多疾病都是阳虚造成的。 阳气是护卫体表的,现在阳气不要说护卫体表了。 连手脚都暖不起来,所以人的抵抗力很弱。 邪气很容易进去,因此病人会有手脚麻痛,腰颈酸痛等症状。 这些还算小问题,一个很大的问题是, 如果连内脏的阳气都蓄了,那么硬寒凝结在脏腑。 就形成肿瘤囊肿了,一般都是腹腺有势, 在中医认为腹在内脏表面。 所以腹腺受邪,所以胃癌的人就比皮癌的人多。 情绪的确导致疾病,这就是情治治病。 情绪的强烈波动本身就会导致身体阳气运行不畅。 喜怒忧思、悲恐惊和内脏的对应关系分别是, 过喜伤心,过怒伤肝,思虑过度伤脾,过悲伤肺,过恐伤肾。 一个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, 遇到事情有一点点的开心,有一点点的生气, 有一点点悲伤和有一点点恐惧都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。 只有太过了,才会影响身体。 平常人生气,是会伤到肝胆的。 特别是生闷气的人,很容易造成肝气郁结。 当人有喜悦感的时候,全身的阳气运行会很通畅。 阳气一旦通畅,就能更好地滋润皮肤。 所以有一句话,笑一笑, 十年少常常保持喜悦感的人,不但保持身体健康, 还可以看起来更加年轻。 但开心过头了,对心脏就有伤害了, 有些人听到自己中了彩票。 一时开心过头,就晕过去了, 任何情绪太过了,都会伤害到自己身体的。 恐惧会导致人的阳气往下行。 有些人被吓得脸色苍白, 因为脸上的血气往下走了。 有些人会被吓得大小便湿劲, 因为阳气往下,如果人下方阳气须。 收不住尿道和肛门, 阳气就会带着排泄物从肛门。